在日本 一个巨无霸汉堡的价格是390日元 大约3.46美元 在美国 一个巨无霸卖5.51美元 到了瑞士 它竟然要6.52美元 这合理吗 也许你认为巨无霸 吃全世界都一样的标准商品 应该卖一个价钱 在经济学里 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 叫购买力评价理论 它也同意这个观点 不仅如此 PPP还告诉我们 这种不合理的价差 是无法持久存在的 这是因为理智的日本人 会把便宜的商品 运到瑞士去买 赚取大量的瑞士法郎 然后再换成日元回国花 赚差价的人一多 必定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瑞士法郎 被兑换成日元 日元相对瑞士法郎升值 缩小甚至消除赚差价的空间 从而把两种货币的购买力拉平 简单的说 这就是著名的巨无霸指数 通过巨无霸价格的差别 算出汇率强弱的合理程度 它或许有点简单粗暴 但是自从1986年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近期发布这个指数开始 它就受到广泛关注 为研究汇率的人 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参照 从今年7月末的巨无霸指数看 仅有瑞士法郎和瑞典Q呢 比美元强出了18.8%和5.8% 全世界其他货币对美元都没有达到巨无霸指数 认为合理的价格 欧元便宜了14.1% 人民币便宜了43.8% 等等 以巨无霸指数来说 人民币对美元的合理汇率应该是3.72% 这难道不是瞎扯吗 中国的人工 原材料 物流 甚至大部分地方的房租都比美国便宜 一个巨无霸在中国 难道不应该更便宜一些吗 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从今年7月份开始 他们用各国人均GDP的水平 作为成本价格修正 发布了一套新的巨无霸指数 当我们看新指数的时候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今年7月仅仅低估了3.6% 经过过去几个月的下调 现在完全处于合理的水平 再看看其他国家 经GDP调整过的巨无霸指数 有10种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过强 其中包括加币 欧元和巴西瑞 而对美元的汇率过弱的货币 包括日元 新台币和港币 也许是这些新巨无霸指数垫底的货币 才是操纵汇率的高手 当然我们知道 香港的汇率和美金是在7.8比1挂钩的 如果让巨无霸指数来挂钩 合理的汇率应该是4.1 倘若你看了上一期 忍者ATM就会知道 在港币联系汇率制度颁布前 自由浮动的港币 对美金的汇率是更加接近4.1的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